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经,我是老潘 昨天我们拿了10个点 在这个USM里面,大家进到USM里面去进这个地方guessingame 昨天我们赌这个谁赢,这个东道主赢,结果东道主输了 到底是没有这个南美球队厉害,只拿了10分 如果你赌赢了的话,你拿到可以拿到40分 今天是英格兰,昨天我们选了英格兰赢,现在英格兰已经1比0 我们等一下再去继续看这个比赛 现在我先看一下这个,下一场是这个,荷兰啊 对这个,是什么东西 忘了这是哪个国家,我得查一下 哎呀,我们的英文太差了 中文是什么 赛内加尔 是赛内加尔吧 我估计 希望是这个 荷兰赢啊 应该没错吧 荷兰 没错啊 好,我们走这个荷兰赢 好,大家有兴趣可以进来这个地方玩 先看昨天的视频看怎么把这个BAB给领取了 然后进来这边玩 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昨天是由于黑客砸盘,这个砸了一些这个ETH跟人BTC好像是 所以呢,现在价格是正在往下掉 但是昨天由于在CMEFuture的上出来了一个缺口 这个CMEFuture是这个 昨天由于砸的比较快呢 就出了从16300到16200左右出来一个很小的缺口 所以现在比特币正在往上拉盘 估计想去封去回补这个缺口 然后再继续往下掉 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这个美元指数比较强 所以BTC想一下子往回拉到16300多也是比较困难的 它在美元指数在日线上即将出来一个金差 那出来个金差之后有可能会重新回到110点左右 所以最近的这个星期很有可能还会再往上拉一波 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它会去重新创新高 也许会回到110点左右很有可能还要再继续往下掉 所以最近这几天加密货币跟这个股市会有一定的抛压 这是S&P500很有可能也会往下走一点 然后再继续往上涨 我个人认为最近的一个月应该还是一个往上涨的态势 只不过对加密货币而言 由于最近的这个FTX破产的丑闻 带来这个整个行业的信心不足 所以比特币最近估计没办法一下子直接拉回到18000 很有可能要在这柱里住一段时间 要住多长时间我们就不清楚了 然后黑客手上FTX的黑客 好像是它有35000枚以太坊 现在好像扔掉了三分之二 有可能是已经扔掉了三分之二 大家去看一看 可能还有三分之一 也许也就是说它有可能还要再砸一波 所以呢 以太坊最近的走势也不砸地 这个 不过能砸下去的话 对大家说是个建仓非常好的时机 昨天Solana也是往下掉了 你还掉了11块多 现在重新回到12块 还有一个底背离 日线上有个底背离 所以最近Solana不一定能够掉下去 这些山寨币呢 都是跟着比特币这个大盘 所以比特币看看今天能否收一个飞龙在天都几 如果能够收个飞龙在天都几的话 可能下面几天加密货币市场可能会有一些回暖 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 消息面方面我还没有看 大家去看看这个消息会不会出来什么跟美联储相关的消息 在下方可以留位言 好 我们继续去看这个英格兰打这个伊朗 希望英格兰能赢 我们能赢40分 好 祝大家世界杯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